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傍晚,日聯盃有多場精彩好戲奉上 其中明果白瓶將作客挑戰蒲和紅鑽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現場直播 金鋪已經是雙方一週內的第三次交鋒 其中明果白瓶爪莫一勝一和的不敗戰績 顯而是金將贏面更大的一方 金將不妨看好明果白瓶贏球晉級 上架日聯盃,蒲和紅鑽在準決賽上對陣大阪櫻花 最終前者以1比2的總比數造到淘汰 無原準級決賽 隨著新一屆日聯盃開打 蒲和紅鑽過關斬將來半準決賽 可惜對手卻是上屆冠軍得主明果白瓶 晉級的難度不容輕視 留意首回合比賽 蒲和紅鑽本能佔得先機 可惜在從尾右界打破僵局後未能再改寫比數 反而被對手迫和 要在次回合分勝負 至於在上週末的聯賽中,蒲和紅鑽再遇百名古白瓶 但這次卻被對手全面壓制 最終淨灘三彈輸球 在日式賽場的聯勝都遭到終止 儘管次回合比賽回到主場作戰 蒲和紅鑽依然難有勝選 事關兩次交手距的昆場數據層面佔優 但效率卻遠不及對手 進攻路數已被對手摸清之餘 自身狀態都並不好 狀態呈然下滑趨勢 如果不能及時調整好狀態 蒲和紅鑽金將依然會陷入艱難的作戰當中 作為上屆日聯盃冠軍 明古白瓶今季的目標自然是遺免 縱使球隊在分組賽階段表現並不出色 六將取得三勝一和兩副戰績 以小組第二的身份出線 但進入淘汰賽階段 明古白瓶的狀態及時會勇 富家賽中首回合 面對京都不死了就已經6比1大勝 不過距離日聯盃富家賽已過去一段時間 坦白說明古白瓶最近的狀態並不算好 但與蒲和紅鑽相反的是 明古白瓶近期狀態系情上升的趨勢 上將3比0取勝是球隊最近五場比賽以來的第一次勝利 全隊上下因此士氣大增 同時都證明了他們已經找到擊敗瓦和紅鑽的方法 明古白瓶的反擊十分厲害 馬迪奧斯道斯山道士和永井謙佑等攻擊手的進攻才華 都得以盡情發揮 相信以這樣的戰術對陣瓦和紅鑽 對手依然難以招鑽 今次明古白瓶細奪勝利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